明朝的首都叫什么? 明朝的首都开始是南京,后来迁到了北京。 朱元璋称帝之后,以南京为京师,国号大名,年号洪武。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,改北平为北京,并设立、护、礼、兵、行、公六部在北京,增设北京周围卫所。 公元1409年,明成祖开始在北京营建天寿山长陵,以势立足北方的决心。 公元1416年,明成祖开始在北京修建宫殿,也就是紫禁城。 公元1421年,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,南京为陪都。 从此,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,一直延续至今,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 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